韓國雄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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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是一直希望是以一個公平 或者是比較客觀的立場來 所以資料 台電給我 或者別的地方給我 但是我只能夠受限於我的資料 但是我盡量的把這個資料 能夠根據我的判斷 來選擇到底對不對 那麼我們比較擔心的就是說 像台電 內部成本裡邊就有一些爭議 外部成本當然更複雜 我們今天討論的 內部成本的部分像這個 它的這個建廠的成本 那麼或者它整個的發電的成本 那麼這個資料是從OECD 然後跟這個 台電本身的這個估計的數字 然後OECD的資料來看 那麼就何能來講 那麼我跟這個 整個世界這個幾個國家的平均 來看的話 那麼台灣設的是5.5分 每度5.5分 那這個平均 這個如果是何能用 5%的discount 是3.4 那麼用10%的話是5.2 那麼我們是介於這個 還比這個5.2還來的高 那麼跟日本跟韓國來比較來講 那麼這5.5基本上呢 也不是一個偏低的數字 那麼這個是燃煤跟燃氣 那麼我們做這樣一個比較 那我認為這個資料 是應該是可信的話 那麼台電的數字應該不至於太離譜 那麼我們知道會追加 但是呢現在已經這個已經招標了 那麼招標的部分呢 那麼可能已經確定了 那麼未來的價格的成本 因為物價比較穩定 土建的部分應該比較可以控制 那麼所以我認為 可能不會太離譜 那麼第二個呢 就是說我們擔心核廢料 後端處理的問題 處理的問題 那麼我們實在不知道 到底夠不夠 但是呢我們做個國際比較的話 我們就會發現 那麼像台灣的話 這個5.5每里一度電 那麼昏南的話是 西班牙是這個不知道 它縮電的千分之8 瑞士是6到12 瑞典是0.4到1.7 美國不包括核燃料的最終此次是1枚裡 那麼從這個比較來講 那我覺得 基本上也不太離譜 那麼這個是我能夠接受的一個理由 謝謝 好謝謝 謝謝梁委員 以上是我們各位委員 第三輪的一個發言 我仍舊找管理把它放棄了 好不好 給各位多休息一點 今天的這個三個回合的發言 我想還是要麻煩各位 就是以grouping的方式 來把那個結論建議把它做出來 好不好 是不是我們今天還有一個案子就是說 下一次委員會議的討論的議題 是產業能源跟環保政策 那要麻煩各位來決定一下 下個禮拜呢 要邀請哪些呢 來做引員的一個報告 那根據剛剛的這個 這個能源會的這個跟大家收集的資料呢 基本上有兩組 一組呢是要邀請 鄭清隆教授 跟李副署長 還有 我們詹首長 詹長全詹首長呢 三位 來做引員的報告 另外一組呢 是要邀請我們蔡前署長 蔡勳雄 還有陳直密 還有工業局司局長 大概有幾位 那我就不曉得就是說 蔡前署長能不能夠邀請得到 我現在不曉得 因為這個部分的話呢 他已經退引三年了 我就不曉得是不是可以邀請得到 我不曉得 不過這個部分啊是各位建議的人選出來 我不曉得各位有沒有什麼寶貴的指教 有沒有 就一組呢是鄭教授 李副署長還有詹教授 大概是這樣 我不曉得這一組有沒有 各位有沒有什麼意見有沒有 還是共用30分鐘 看各位有沒有 沒有 沒有 意見的話 那我們看另外一組啊 是因為談到這個 產業能源跟環保 所以基本上跟工業局局長有關係 跟能源就是陳直密有關係 還有環保 那環保的話呢 就是推薦要找蔡前署長 大概是這樣 可以 大概是這樣 好不好 那麼原則上我們先確定這樣子 如果裡面有變化 我們再來調整好不好 好 謝謝 然後我們還有一個說明 要請台電說明 不是說明剛剛各位的指教 是他有一個提供資料方面的說明 跟各位特別報告 是不是麻煩徐董市長 好主席各位委員 那麼剛剛謝委員呢 特別關心這個就是說 關於我們這個資料的提供 那麼我們在上個禮拜就講了 就是說我們寫了再寫信給各個公司 那麼他們都有答覆 那麼我想 我看各位都在收拾東西啊 我想很簡單的 然後跟各位講一下 報告一下 那麼奇異公司呢 呃 他也已經告訴我們 他的資料是機密的 但是他願意配合這個評估會議的需求 他同意釋出有關於資料的內容 但是他有幾個條件 我在這裡跟各位念一下 第一個 他要求各位委員 這個資料僅限於做內部成本用 這是第一個條件 第二一點就是說 他要求就是說 這個委員拿到資料以後 不能夠給第三個人再看 第二點呢 不得再reproduce 不能夠再copy 第三點呢 使用以後要還給臺電 還要還給臺電 那麼 剛剛 最後一點的先用於評估的目的 我讓我這已經跟各位報告了 這個 我想 那個 三菱 我們七雞的廠家 也 告訴我們 他願意來 洩漏這個 揭露這個 揭露這個資料 但是他的條件 跟基因 是很一樣的 可見 那麼這個東西呢 他們這個廠商 對於這種事情啊 有一個非常豐富的經驗 在做這件事情 那麼 裡面有一家公司 他不同意 這個 Toshiba 東芝公司 他不同意提供資料 我想我 那麼這個都有信 我想各位委員 還有切結書 對 還要寫切切結書 就是這個 就是拿到資料的人 不能夠給第三者 等等等等 他要有個切結書 那麼這個切結書呢 我想我們都已經準備好了 那麼各位委員 假如在下個星期一 要來的時候 我們非常歡迎 還是同樣的 向同樣的那個 王經理聯絡 王經理聯絡 好 我想跟各位簡單的 最後一個報告 對於這個 英文契約上裡面的 這個規定裡面 現在我們也有請律師 幫我們去問過了 那律師是說 這個東西我想 還是要找人 你們我們大家 確定一下 來認定一下 這個內容是怎麼發 這麼怎麼說的 他是說台電有權利來提供 與基因有關之任何智慧財產權 或機密內容給相關政府部門 就是有權利來提供 那麼當然後面說 嗯 而且呢 要與基因打交道的時候 應該先經過政府的同意 所以事實上 照這樣來說的話 應該是台電有權利這樣做 還有 所以說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可能要雙方找律師 共同來回應 因為這這這這這 有就是一個麻煩 明明我們是買方 憑什麼他要用英文來規定 搞得個半天文字 我們來咬文交字 到底要怎麼解釋 我個人英文不好 可是我覺得說 今天我們價值類似這種公文 那這種契約 我們要要求 要用中文來寫 要非常明確 否則到時候用他們國家的文字 到時候他給你在那裡玩弄 對我們是不利的 這是第一個事情 所以部分對於這個地方 他需不需要同意 我們是不是要他同意 這是有問題 還有日本的那個 所謂的是日曆還是哪一個 憑什麼不同意 我覺得我們要去看 他有沒有權利不同意 這是第一件 第二個 你所謂的說 只能給我看 不能給其他第三人看 什麼叫第三人 如果是我的代理人 在法律上他就等於我的身份 應該是可以看 到時候他說你的代理人 你不可以看 開玩笑 今天你叫我來讀 全部來讀 我不可能的 那這種情況下 我的代理人來幫我讀 我請律師來幫我讀 這是一個 當然他在這個 他的專業上他可以協助我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也必須把這個東西要明確下來 所以我對於董事長剛剛講的幾點意見 我個人是覺得有問題 最起碼我認為說我們有必要來把文字再做很明確的 再來我們自己來討論 雙方律師來討論 這個文字是不是正確 這樣的翻譯是不是正確 他有我們要不要經過他同意 第二他同意他也沒有權利說只給我看不准別 不准別看 還要我寫切結書 我覺得今天對我們太不尊重了吧 今天很簡單我是政府部門喔 我們這次的評估會議我們代表來 政府邀請我們來共同參與這個委員會裡面 我們要運用 我們當然我們會在我們的合理範圍內 可是你如果說要類似我們寫切結書 我覺得這是一個相當不尊重 我們可以寫一個類似說 我們對於說雙方的約定書可以 可是如果你今天用到切結書 我覺得就是相當的不尊重 好像認為我們會做些什麼樣不當的事情 這邊我要提出一點抗議 那第二的話 我對於還是希望這個事情解決以後 我想這個部分 有關今天中時晚報的部分 我也希望等會還是台電 雖然是說 剛剛董事長很明確的說 沒有兩個字很好 也沒有兩個字很清楚了 可是現在同樣的 今天一個日本的參議員 到了我們國內 他這樣指出來 那麼他也有這麼大篇的報導 我們國家的一個環保聯盟的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的總幹事 也特別提出來說 一個月前也曾經接到了 這樣的管道的一個檢舉 而且檢舉函中還有一個 台電和仲介商的公文晚法 那如果已經說到這裡的話 就已經不是你說 沒有兩個字可以解決了 當然我覺得沒有說 我們對台電懷疑任何 依照我們從事司法的經驗就是 不過我覺得今天在這樣一個情況下 不是沒有兩個字可以解決 希望就這個事情 台電有正式的 非常正式 而且很具的說明 然後同樣我們也會希望 這個提供的意見 也希望在日本這個參議員 沒有離開之前 在和我們的綠色環保聯盟的 這位總幹事 他的相關資料提出來以後 我們來這做一個核對 因為這件事情 既然登在報紙的 也算是頭版的了 非常大的消息 已經會引起相當多的疑問 這種情況下 我覺得做進一步的澄清和查證 是有必要的 好我想這兩點都請台電 是不是能夠我們 跟我們做一個具體的一個 再做一個說明 謝謝 那個報紙上的事情 麻煩台電啊 你找法務啊 研究清楚 如果外人來台灣啊 講的消息 如果講的消息 是外人啊 日本人啊 日本人啊 日本人如果來台灣啊 這個講一些 我們沒有做的事情的話 我們該採取什麼行動 我們就採取什麼行動 如果確實有這麼一件事情的話 台電也應該要對外來說明 好不好 尤其報紙登得那麼大 是到底記者寫錯了呢 還是那個人講錯了呢 還是台電做錯了呢 這基本上應該把這個事情啊 要做一個交代 好不好 第二個啊 就是剛剛謝委員所提出來的啊 因為台電呢 基本上 在目前來講 各位委員還是可以去看 台電的資料 我想到目前只是給各位很多的不方便 但是台電願意做最大的一個服務 但是台電上個禮拜也講了 他也發了信給各個這個組合約的這個 這個業者呢 希望他們能夠提供 那這些的話呢 因為在這個我們這個現場 也沒有辦法來釐清這件事情 但是對方既然有信來了 我想我們再找法務的人員啊 再來研究一下 剛剛謝委員也提出來了 就是律師對律師啊 大家來討論一下 好不好 對我們必須的把那個文君弄清楚 他如果沒有權力限制的話 管他怎麼來信 我們照樣做 對因為上次我也講了 應該台電就是要把那個 security article的部分啊 你要把它特別把它拿出來看 到底你保密是保密到什麼程度 保密的責任範圍到底是怎麼一個情形 讓大家了解 這樣子大家對你就不會比較就是說 有一些還質疑的地方啊等等 好不好 我想這個台電應該也沒有這樣子的一個意思啦 我們沒有 剛剛講的就是說 對方也已經同意了 而就是說 對方 我剛剛 剛剛我跟這個 就是G 剛剛就講 三菱公司 跟G1公司 兩個不同的公司 但是他處理的 步驟是相同的 可見這是 國際上的一個慣例 不進來 我想沒有關係 那麼 那個謝委員那邊 您說您的律師 我們非常歡迎跟我們的律師一起來討論 我想我授權的人 我的代理人 就相當是我的身份 代理我的身份 不是第三人的身份 這個部分要把它理清楚 我們再把它 clarify 好不好 再把它理清楚了好不好 我們再把它理清楚 然後我想我們大概寫個承諾書 或者說大概是個使用的範圍內可以 你說切結書 我想這一點我們是絕對不願意的 我們再從法務方面來了解 好不好 好 如果各位沒有什麼進一步的指教 好 是 李委員您請 有一件事情要跟各位委員抱歉的 本來我們應該準備好第九次會議的結論 我們也都準備好了 然後我拿去給李高朝主委簽 結果副主委簽 結果副主委簽 簽完之後我們就開會了 結果就忘了 他剛剛收一收東西呢 就把它帶走了 所以我們在場很多委員都簽了 可是我今天拿不出來 所以實在 副主委應該有一份嗎 沒有 是那一份嗎 已經拿了 已經拿了印出來了 對不起 那我剛剛因為到李副主委桌上 沒找到 所以我以為他帶走了 對不起 再倒不簽一次 那還有最後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這個委員會主要說 對一些資料做一個澄清 那我這邊有兩份資料 我是查了一些東西寫出來的 那我也把這個電子檔案 送給能源委員會了 那是不是允許一下上網 我想這形勢上我做一個報告 好 謝謝 謝謝李委員 我們就同意你上網了好不好 那現在 謝委員 我想剛剛我念的就是有關那個 那個日本的那個旗什麼 那個縣的市議員 我們取得他的同意書的話 我建議也可以上網 我覺得他那篇寫得相當的好 他那篇 而且對柏旗是 不過我對於剛剛我們的那個紀監說的說 我心裡想說 我不知道是你熟 還是說剛剛才從他那邊出來的市議員更熟 我想這個部分剛剛那個市委員也有解釋過 說事實上他第六號機組到現在還停機中 這個部分我們去查證 查證 這個查一下好不好 好 謝謝 我們現在準12點 比上個禮拜進步10分鐘 好 謝謝 我記得訂閱 輪圖 5 5 6 1 6 1 7 100 6 10 8 感谢观看